日媒揭露,东电拥有猫腻的放射剂量仪 夸大掩饰和污水安全性 据日本东京新闻报 近日报道 福岛第一核电站运营方东京电力公司 下称东电公司 近几年接待参观者时 其掩饰用的放射剂量仪 测不出放射性川 且只能对浓度超过一定限度的放射性色产生反应 以此向参观者夸大宣传 经过处理的核污水的安全性 按照东电公司公布的计划 冷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反应堆所产生的高浓度核污水 在排放入海前至少要经过两次处理 处理后的核污水 只含无法去除的发出微弱贝塔射线的川 东京新闻报道说 核污水所含的放射性色和川 会分别产生伽马射线、贝塔射线 东电公司的工作人员 在接待参观团体时 用只能检测伽马射线的放射计量仪 靠近胜有经过处理的核污水的瓶子 瓶子里呈的水所含穿是排放标准的约15倍 但该仪器没有反应 东电公司从2020年7月起 向约1.5万名参观者进行了上述演示 报道远引京都大学复合原子能科学研究所 原研究员金中折二的话说 川的能量非常弱 即使用贝塔射线测量仪靠近它 除非川浓度较高 否则这种测量仪也不会有反应 不仅如此 据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环境分析 化学助教小豆川圣剑解释 东电的演示在科学上完全没有意义 只有当一升水里含有几千贝克勒尔 放射性活度单位的放射性色时 其发出的伽马射线才能使东电所用的仪器产生反应 而色的排放标准是每升水不超过90贝克勒尔 也就是说 即使水中的色超标十几倍 东电所用的上述测量仪也不会有反应 给人的印象是不寒色 为验证专家的这些说法 东京新闻记者准备了含放射性色的水 其放射性活度是排放标准的19倍 在用东电公司演示 所用相同型号的放射剂量仪靠近盛水的容器 该仪器没有反应 据报道 和污水中的放射性色所产生的加码射线 会通过体外照射对人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 东电公司相关人员在接受东京新闻采访时说 其演示的目的是说明经过处理的 和污水发出的伽马射线 已切实降低 他们在演示时也说明了发出贝塔射线的川 依然超标这一事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